胡敬明是家里的大家长 也是孩子王 他告诉我们 当地人有清明化彩蛋 吃鸡蛋的风俗 寓意着身体健康 团团圆圆 胡大叔的另一个身份 是家里的主厨 在阳光明媚的春日 他要用拿手菜 让家人尝尝春天的水中鲜味 这水塘之下 究竟藏着什么鲜美食材呢 咱们今天来这水塘 要抓什么呀 这甲鱼了 甲鱼啊 但是这湖面这么大 这甲鱼怎么抓呢 我带你去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